天气晴温度高在昨天的台北市到了38度的高温 不过今天的温度也在37.9 跟昨天几乎是没两样啊 明天礼拜五了 我们就来看一下这未来一个礼拜的天气了 把未来一周分成三个阶段来告诉大家 第一个阶段周五一直到礼拜天 这三天来说都是在高压的势力影响之下 温度的形态来说在几个都会区都有机会在36度以上的高温哦 要提醒您啊 户外活动的朋友小心别中暑了 另外啊阳光非常的强 你防晒的工作真的不能少 但到了下礼拜一到下周二的时候 太平洋高压势力开始要略微的减弱了 相对的在山区的部分 午后真雨也开始要逐渐的增多了 下午在山区啪啪噪的朋友们 你就要特别注意下午会有些局部性的sabaco出现 但是到了下周三到下周四的时候 午后真雨的状况来说 就会比周一跟周二来说 还要再增多包含了平地的部分 中南部平原空旷地区 北部地区都会有午后真雨了 今天可真热到37.9来看到卫星云图了 卫星云图上可以看到台湾上空 最重要就在太平洋高压的影响之下 午后真雨呢 你可以注意到中午之前全部天气晴了 只有到了下午以后呢 在嘉义的阿里山地区 可以注意哦 有些对流云层开始发展起来 但是啊 这个云层呢 现在到了晚上的时候呢 又已经逐渐的在消散当中了 但太平洋上呢 有个热带低压 目前其实在我们的云图之外 纬度可是到达了北纬接近30度以上 对我们呢 没有影响 而在未来几天 我们都是在这太平洋高压的影响之下 来看看今晚到明天的温度了 晚上的温度舒适 白天的高温到32、33度 在外岛地区活动的朋友 要特别的注意 但是在台湾本岛 北部到了36度以上 中部34 南部只有山区有五号真雨 小丁宁提醒你特别注意哦 清晨跟黄昏的时候 阳光非常的强 如果你是逆光行车的朋友 要特别注意 清晨跟黄昏